哈喽大家好,我是面包先生 麻醉一直以为是19-20世纪才出现的东西 其实你看历史中最接近麻醉 有麻醉效果的东西就是鸦片 而且这个鸦片之战也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中带入中国的 但是那你知道,其实麻醉竟然是中国先出现的 而且还早了1600年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来自于中国的麻醉 所以竟然是1600年去了中国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朝代吗 其实那个是东汉末年分三国 那时候最出名的大夫就是华佗 其实华佗这个人物当以前是曹操的大夫 所以我过后会再提到他一些小故事 所以传说华佗他精于外科手术 就讲说他会开副手术啊 什么枪胸痰什么手术 这个华佗都很厉害 而且相传那时候他走访了各地 他自己探讨这个麻醉这个方法 然后有一天他自己配了一种麻醉的药 他就跟病人在做这个腹部手术的时候 他就让这个病人喝下这个麻醉的药 然后他成功的进行了全身麻醉 然后他就命这个麻醉药为麻肥 过后华佗就把它弄成粉状 所以就是麻肥伞 而这也就是史上第一种正规的麻醉药 那他之前还没有发现这个麻肥的时候 他们还怎样跟人家开刀呢 就这样开 哦 他们还用不然就是很传统的方式 我看到有人搞笑的不是 传统方式要怎样让一个人晕倒 就拿木棍敲他后脑爪 就真的是 就拿木棍敲晕他 然后动手术就没有直接了 就是那种很传统的方式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只是这样 弄晕他再弄痛才不是又会醒来 不会啊 因为既然你是晕掉 他那种晕就真的是 失去意识 就是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但是他起来过后就很痛了 因为他是晕掉了 他多 他几十一醒你也不知道 所以就很痛 不然的话 他就是痛到晕掉 然后 然后 还在看手是 他半路醒来 又痛一下晕掉 所以他就这样 所以就很痛了 所以 所以这个华佗 他就很常做这种外科手术 所以他就很 少要有什么方法 可以拔罪他的病 就是这样 而且 你知道这个华佗 不是他要讲死的吗 刚才我提到他是 曹操的大夫 然后其实就是 曹操害死的 因为相传是 当时他 他在这个曹操有很严重的偏头痛 如果我看三个月都知道 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偏头痛 这个曹操 所以他就请这个华佗 当时就很出名 他要请他来给他医治 但是他跟曹操讲说 这个不是一两天的医治 需要长时间治疗 然后曹操不给华佗回家 然后华佗就很想家 很想要老婆 然后他就骗曹说 我的老婆生病 我需要回去照顾 他真的病得很严重 然后曹操就OK了 给他回了 但是 华佗回去后 就没有再回来 他就派人去看 他到底是不是撒谎 然后看到华佗是撒谎回去的 然后就把华佗抓进监牢 然后就管他死为止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 麻醉的历史 就是以前的麻醉将来 我出来看到这个 迟了1600年的西方国家 都在干了什么事 就是发现麻醉 真的是一场意外 就是当时有一个名叫 霍勒斯威尔士的牙医 他就无意间发现 人息怒笑气 就是笑嘴 是什么了 我爱笑嘴 就是N2O 然后吸了真的会笑嘴 会 吸了笑气的确是会笑 你就会很兴奋 就会这样笑笑脸 所以就称为笑气 但是他这个你会笑 所以因为他吸了 你会暂时失去所有的痛觉 所以就很高兴 因为你不痛 你没有压力 你就很兴奋 像毒品 像毒品 所以就是麻醉 本来就是毒品 过后我再讲更多 这个毒品跟麻醉之间的分别 为了是他发现这个笑气过 不是 他就在他这个美国 但是他说 马萨珠塞州的总医院 他就公开表演 就这个无痛拔牙 然后他就 那也知道 不是 他拿捏不准这个笑气的这个脑部 所以他就 因为当时没有人敢 自愿给他拔牙 应该是牙医 所以他就 他自愿 躺下来 让人家把他拔掉他的这个大舊尺 大舊尺 就是 就后面那个 那个打子牙匙 就很痛 那个他拔出来 就很痛 就痛到半死了 然后 还被在场的观众这种 耻笑 因为这样 无痛把牙 你自己拔了 痛到半死了 但是 这也就是麻醉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公开场 在场 就有这个 这个查尔斯 杰克逊 跟威廉 莫顿 刚才我讲的这三个人都是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 威尔斯 然后这个 杰克逊 跟莫顿 杰克斯跟莫顿 都看在眼里嘛 然后他就跟这个威尔斯讨俏 哎 你看那个是什么 五痛把牙 我很有兴趣 可以跟我分享 那什么东西 威尔斯也是很慷慨 跟人分享 这个笑气的 这个麻醉 但是这个 杰克逊 他就 不要用这个笑气 他就转移研究 使用这个 益尼 当做这个麻醉药 而 莫顿不是 他其实跟这个 杰克逊是 朋友啦 所以这个莫顿 就在一场 手术里面不是 他又用了这个 益尼 来麻醉 然后就成功的 成功麻醉 那个手术 那个病人 所以 得到了其他的认可 所以他就成了麻醉的英雄 哦 然后但是他拿了这个 麻醉英雄 他就要去申请这个 专利 他要拿这个 异弥的 这个发明圈 但是 突然间 他说 我在几年前就发布过论文 不是 提到说 我在手术中 用益尼 来剁手术了 然后 而且那论文 还真正的存在 所以到最后 这个发明圈 就去了这个 乡村医生 他名字叫做 克劳福特朗 所以现在有四个人 就在征 那个发明圈 然后到最后 是给了这个 乡村医生拿去 但是那个莫顿 因为他本来是麻醉英雄 所以他就很不服气 所以就够有发生了一两串的纠结 而且还出了有一部电影 是讲着麻醉这个历史 而这个事件呢 也被这个美国的作家 他叫麦克哈特 他写在这个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名人排行榜的书中 这个 异弥麻醉的发现 是排第37名 而且他还提到说 在历史上 很少有发明能像麻醉这样 受到如此高的评价 和使人类的状况 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因为刚才我讲了 刚才那四个人 他们一开始 基本上是师徒 关系 很有关系 但是因为一个发明圈 就道道 每个人就不欢而散 就这样 其实刚才你有提到 那个毒品不是 这个麻醉不是 它最重要 其实就是它的浓度 因为麻菲散 就是花头用的麻菲散里面 里面主要的材料就是 曼陀罗花 而曼陀罗花 就会让人 产生幻觉的毒品 而刚才 这个为了公演用的笑气 反而是因为浓度不够 所以没有这个麻醉效果而出丑 所以基本上 麻醉这个东西 跟我们所看到的毒品 其实你要假设 麻醉还是毒品 差别只在于它的浓度 好啦 今天我们的 麻醉的影片 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 订阅 及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星期见 拜